各行各业工作内容无奇不有 透过我们的独家镜头给您新视野 有一种工作它必须要顶着40度的高温 那支撑很特别叫做传菜品检员 工作内容呢更是让人羡慕 只要测量食物的温度 一个月的起薪就有34K 这是一个轻松的差事吗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生日呢 带你一起来了解 底带把平大的厨房顶着40度的高温 他们有个很特别的工作职称 叫传菜品检员 工作内容更令人羡慕 只要测量食物温度 一个月起薪就有34K 他们的薪水是32到34 那工作时间就是也比较长 原来这一行美感还不少 像月领34 手脚可要很利落 平均一小时内就要量测超过100道菜 汤的温度都要在85度以上 才可以送给客人享用 接着还要烤眼力 注意哦 每碗汤端上桌 这温度都要维持85度以上 少一度都不行 厂内传菜员负责量温度 厂外传菜员叫结包地 说穿了是端菜的工作 没想到规定却是一箩筐 这结包地一次得扛8笼包 而且出笼后20秒内 一定要送到客人手中 每月薪资也有30K 困难的地方就是菜的温度 然后菜的品质啊 炒饭的卖相啊等等 只是这一行规定也严格 万一客人咸菜不够热 或是小笼包有破损 全都要被严格惩罚 业者坦言 这一行的确很辛苦 流动率也高 只要能通过考验 就能成为外厂服务员 月薪还能上看5万元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端出一片天 东森财经新闻 刘思宇陆念琴 台北采访报道